近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公开访谈中透露 乌克兰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一项全方位战略 只在年内为与俄罗斯的冲突画上句号 这一声明为长期紧绷的局势投下了一缕和平的曙光 泽连斯基的和平蓝图涵盖了多重维度 核心诉求在于促使俄罗斯军队全面撤出乌克兰领土 并坚定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 他创新性的提议 可以效仿去年黑海粮食协议的谈判范例 采用双方各自与第三方达成协议的方式 旨在增强谈判的公正性和时效性 为和平之路铺设基石 此倡议迅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注意 克里姆林宫官方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称 俄罗斯对任何旨在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对话 均持欢迎态度 但强调任何对话都应满足俄罗斯设定的核心目标 这显示出双方在寻求停火方面 存在某种程度的共识基础 然而泽连斯基的和平蓝图 能否顺利转化为现实行动 仍存诸多不确定性 毕竟领土争端较之于粮食出口问题 其复杂性和敏感性远非同一量级 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妥协空间显得尤为狭窄 此外美国作为乌克兰坚定的后盾 其立场和行动也将对局势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泽连斯基还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更多力量介入和平进程 认为中国作为全球重要大国 能够在促进俄乌和解中 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尽管前路充满挑战 泽连斯基的此番表态 无疑为俄乌双方重启和平对话 注入了新的动力 乌克兰政府已明确表示 将持续不懈的努力 力求早日实现和平的愿景 若您同样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分享您的见解 并持续关注我们 更多国际时事热点将为您一一呈现